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终于等到了EXO成员边博弦的最新solo单曲游乐园Amusement Park的MV和姻缘正式公开。 2020年12月16日,边博弦在推特上剧透了在12月21日,将会有新曲公开。 随后SM公司也在不久之后,公开了博弦的全新单曲《游乐园Amusement Park》的海报。 光是从海报中已经能感受到温暖的氛围,旋转木马、游乐园与边博弦会擦出怎样的火花。 今日音源终于公开,MV的一开始像是用电影展示出了一种寂寞的氛围,搭配估计的钢琴声。 视频的画面也很暗淡,虽然都是同趣满满的场景,但是给人一种估计感。 随着灯光的点亮,游乐园变得热闹,温暖了起来。 伴随而来,还有边博弦的声音,乐队的伴奏声,旋律的温暖,一听就能听出来。 但是这一次,必须说一说,游乐园这首歌的歌词。 大家一定要看看,中文歌词。 小编敢保证,看了这个歌词。 听众明天就有,想去游乐园,玩一番的冲动。 欢迎来到游乐场,无需在意,别人的看法。 这里的一切,都是为你开放。 如果时间不够用,我会为你开放夜场。 坐旋转木马,摩天轮,有你爱吃的冰淇淋。 如果你纠结香草味,和巧克力味,那我会都为你准备。 最后已在额头轻轻一吻,结束这一天的游乐园约会。 这样浪漫,而又唯美的歌词。 差点以为游乐园,这首歌是一首广告曲了。 MV的最后,再以游乐园的镜头,作为填充。 音乐结束,就像是预示了游乐园,也应该关门了一样。 没有了歌声,伴随着声音,渐渐变小的钢琴声。 博贤这会儿的站姿,很是乖巧,还摇了两下,自己的身体。 冬天与游乐园的概念碰撞,歌曲是R&B曲风与温柔声音的完美融合。 展示了一个,温暖的冬季童话色彩。 这首歌曲公开之后,音源在韩国最大音源网站MELON上了,实时曲线的音位。 空降MELON的第二位,博贤兴取Amusement Park音源公开一小时后。 空降Bucks格涅实时一位,再次展现了强大的音源力量。 博贤接下来的时间里,物料还是很多的。 编博贤即将在2021年1月3日,举办个人的solo演唱会。 因为疫情,不能面对面相见,能够有线上演唱会,也很惊喜了。 粉丝发现,果然是拥有超能力光的人。 solo演唱会的主题也是Lite。 中二的超能力,是逃不掉了的。 2021年的1月,博贤还会有第一张solo日专。 看得出来,这段时间博贤的工作量,还是很大呀。 这一年,又是solo行程,又是superm的行程。 小小的,休息一下下,就又开始,忙碌新的专辑了。 博贤用心的准备了,粉丝们,就尽情期待吧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